我在司法院服務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有司法院的負責人 在一個會議裡頭說 一萬兩千個案子 半年裡頭一定要變成一半 否則這些首長你們要負責 果然半年裡頭變成一半 各位想想看 人力物力一切都一樣 可是案件變成一半 你看這裡頭的多少的人權受到委屈 多少的人權在這裡頭受到傷害 那現在又來了 而報紙上非常的稱讚 說太好了太好了 但是我現在跟實際上的數據跟各位報告 現在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總共合起來四十幾位 再從高院調的調十幾位來的話 五十位前後而已 每一個人一個月 民事案件被分配到的 少說六十五件 刑事案件四十八件 在座你是法官 你在最高法院 一天要辦平均兩件 這麼複雜的案件 一天要辦兩件 有可能嗎 有可能 你糊里糊塗高到這邊 我糊里糊塗盼下去 也就變成這樣一個可能的結果出來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而且他們是要求在一年半裡頭 這些案件要了斷 全部要清楚 那你想想看 內行人一看就知道 我們可能受到的 權力上的傷害 人權受到的傷害 是怎麼樣的深重 所以我把話又說回來 我們太極門今天的這個案子 主要的是因為行政系統的檢察官 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起訴了 讓我們成員這樣的二十四年 雖然用各種所有的方式去爭取了 也沒有特別得到結果 尤其是最近發生的 強制執行的這個案子 強制執行 行政執行署 他奉命這樣來 我只要辦 可是這個源頭在哪裡 這是行政的問題 行政的問題是由總統來負責的 總統來負責的 總統他自己沒有管到這個地方 交代 要求行政院長 這個事情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處理 那你看看二十四年 多少位的總統 多少位的行政院長 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 讓我們每一個人心裡頭 還是這樣受到委屈